就需要换一下元就是改一下这个文件 改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比较慢 我们就是还是用之前用文的吧 那之后我们之前完全要复制过来 对就是用这个圆 sorry 啊可以了可以了之后 保存一下 保存完之后我们拍个满钢 好这样的话我们更新一下 啊我们再装一下 ngenix吧 因为这个一般是大家比较常用的 好就安装一下就好了 啊这里因为我们是重新安装 所以比较快一点 啊 好 之后 我们就可以 啊 配置一下 ngenix ngenix的配置文件 它是在 etc-ngenix 就是用cd-etc cd就是说切换切换到那个文件夹 好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用list list的这个命令来看一下list的命令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只有这样几个文件 其中最比较主要的是 就是ngenix.config 这个文件 为 ngenix 啊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嗯 为了分开设置嘛 就主要是有两处配置 一处是 是我是想用root去运行 然后其他人不一定 另外一个是 呃这里 就是 添加一个文件夹 然后 然后 我是想用这个名字 然后 任意的 config 文件都可以去配置它 对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 我们就可以 创建一个 啊我们就是一定要cd到 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的 好 我们再就是 就是test它一下 你看它这里就说了 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 是要加在这里面的 好我们就是还是需要改一下 因为它最初的初始的配置 还可以 就是要试一下 那就可以配置一下 就是为了把他报错嘛 不是报错是报忘灵 啊 我们就可以 在这里添加一下吧 添加好这个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你看这里就是说 enginx 它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之后我们再怎么做 systemctl enable ngx 就是说 开机子启动 然后我们现在让它自己 运行一下 start ngx 好它就运行了 我们怎么来查看呢 system status ngx ok它现在正在running 好 这样就是ngx配置 一个结束